大家好 这是去年朋友给我的枸杞苗 今年长了这么多果子 新鲜的枸杞 红亮光滑 晶莹剔透 就像一颗颗红宝石 一串串挂在枝头 沉甸甸的 摘一颗放在嘴里 顿时一股清香 还有一点点苦味 很多人养了枸杞 只看不吃 枸杞籽和叶子都可以直接食用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果实中 维生素含量是苹果的40倍 鼻的28倍 仙桃的6倍 维他命C含量比橙子还高 胡萝卜素含量比胡萝卜高 铁含量比牛排高 枸杞长期吃的话 对于女性补血 调精淡斑美白 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改善白领益足睡眠 腰酸背痛 都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对于明目 发质也有着很好的改善 长期试用 增强机体免疫力 正因为这些营养价值 枸杞越来越被大众所喜爱 尤其是鲜枸杞 一般成人每天 适用20克左右为最佳 直接生吃或者是嚼服 打果汁都可以 今天我们用鲜枸杞 加适量水 加适量蜂蜜打汁 我称之为它液体黄金 枸杞和蜂蜜一起喝 其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 美容养颜的效果 蜂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枸杞中的抗氧化物质也不少 它们搭配可以提高 肌肤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延换肌肤衰老 液体黄金制作好了 口感还不错 因为里面加了蜂蜜 也可以用干枸杞与蜂蜜泡水喝 先用开水冲泡枸杞 再带水温后加入蜂蜜 最后提醒大家 枸杞叶比枸杞影价价值更高 枸杞叶可以煲汤可以凉拌 长期试用枸杞叶对治疗老年 吟风溜泪有奇效 千万不要浪费 这也是我自己种植的枸杞苗 是春天的时候 我买回来的枸杞苗 叶子吃掉以后 剩下的杆插在土里就成活 如果你也喜欢吃枸杞叶的话 吃剩下的杆插在土里就可以 好,今天枸杞和枸杞叶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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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